那么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我们argument writing 它在OG上所给出的要求 还有我们在argument writing中要完成怎样的task 那么我们现在呢进入真正的一个解题准备部分 那么我们要读题 那么怎么读题呢 在这里呢我给出了大家几个点 审题四要素 我们知道argument writing它的这个阅读是高于一切的 那么在阅读的时候我们要着重去找哪些信息呢 在审题四要素部分我将会做简要介绍 然后基本论证方法就是所有的argument writing 其实大家看它可能题材不一吧 也可能就是内容不一 但是它的一些基本论证方法和论证过程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做简要的介绍 常见的逻辑谬误 那么大家看完这个writing之后呢 不是要去找一些里面的逻辑断层和一些出现的 没有没有阐明的论证或者一些论证错误嘛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在不了解这些逻辑谬误的时候 觉得无从下手 也不知道该如何分析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出几个比较常见的逻辑谬误 也给出了它的术语 也给出一些小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常见的逻辑错误有哪些 这个东西呢不仅对大家写作是有帮助的 对大家可能日后自己和人去交流 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参加演讲和辩论比赛 中英文的这种思维和沟通上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听 好的 那么我们下面进入审题 审题四要素 审题四要素我们要看哪几点 基于我们刚才所了解的OG部分 所给出的内容阐述 我们把它总结为这四点 第一点是premise前提 第二点是conclusion 结论 好 evidence 论据 论证的过程 论据 assumption 假设 假设部分我标红了 是因为前三点其实是可以从文中直接勾画出来的 但是最后一点可能我们需要通过一点思维过程 因为它这个假设是需要不是直接呈现在文字中的 是需要你经过一个思维深加工去提炼出来的 那么我对大家的建议呢是这样的 就是平时我们在练习argument的时候 你是可以打印出来题目的 对吧 你可以拿一张纸把这些东西都给整理出来 也可以直接在文中圈点出来 但是在机考的时候 还有在你平时可能掐时间做模拟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你把这些东西就PCEA 直接列在你的草稿纸上 把这些东西归纳在后面 有助于你在组织文章的时候有一个参考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可以帮助大家 可以强迫大家花一些时间去去审题 花一些时间去把文章读明白 好 那么我们先进入这第一部分是什么 第一部分是premise前提 我们知道我们在论证一个东西 或者我们想把一个事情阐述清楚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set一个premise 先给出一个前提条件 一个这个一个范围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的工程 那么前提一般是在结论之前 然后它的目的呢是一个set context 是吧 还有一个circumstances 对吧 它其实主要起的是一个限定作用 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这里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道例题 这是选字于argument pool的一个题目中的这个话 那么我们来大概扫一下这段话 很长 前提部分呢 是在开头这个地方 我已经用蓝色的字给标出来了 其实大家平时在阅读的时候呢 也是要着重的去重视这个前面的这部分 一般的前提也就出现在一二句话 我们来看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其实都是在讲 这个假设的一些 其实过程性的东西 一些例证性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这儿可以看到 the first group of patients 对吧 这可以开始讲例子了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就可以扫过 我们可以看一直到 这个一直到reduce的这个部分 全都是在讲一个细节的例子 所以这个过程 过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放一放 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到一个关键性的词语 它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therefore all patients who are diagnosed with muscle strain 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take antibiotics as part of their treatment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词 我用红色标出了 大家注意是 therefore right therefore其实是一个就是因词啊 所以啊 对吧 是一个表示承接总结性的一个词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是前面这些东西都论证完了 最后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么 它的这个第一句话 就是对前面这些过程性东西的一个总体 那么这个总体其实就是一个premise 那么我们在平时看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找到前提 前提要在结论之前找 一般在第一句话或者第二句话 大家在看文章的时候 可以把它先标注出来 作为你之后分析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参考点 然后呢我们要找结论 其实刚才我一等讲了这个结论的一些观念词 其实都是一些总结性的词 或者一些承接性的 比如说表这个所以的这种词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therefore consequently对吧 结果是 as a result thus conclude 对吧 像这些总结性的词汇 我们看到这儿了 就知道前面是原因 后面是得出的结论 前面是一些例证啊论证啊 后面是得出的结论 好那么这些词 其实可以大家引起重视 但是大家要小心哈 不一定就是说有这些词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把它划为结论的地方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它是论证过程中的一些衔接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的 还是我们看这段话哈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们往后看 therefore是不是 大家看到这个therefore 它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关键词之一 all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muscle 对吧 这个 这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结论 不多说了 好 然后是evidence evidence刚才其实我们也有了一些分析 是不是 evidence主要就是 我们有了这个premise 有了结论 结论是需要一些东西去支撑的 这些证据有哪些 它可以是理论啊 可以是实例啊 数据啊之类的 对不对 一些很显然的东西 我们仍然以那段话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the first group of patients all being treated for muscle injuries 这一看就是在叙述一个research的过程 叙述一个发现 是吧 一个discovery 或者一个fact 那么这明显就是一个实例 我用鞋体加这个横线 给大家标注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平时大家在审题的时候也可以注意 那么最后这点就是刚才我们在前面的很多页 用红字标述出来的 就是不能在文字中直接体现的 要去分析推断的假设部分 那么假设它是一个我们要寻找逻辑断层的突破口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给出 就是当人给出一个论证的时候 他可能你看着觉得 还行是不是有论点有论据 还有一个所谓的结论 但是实际上它中间是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这些人他可能在写文章的时候 他这个论据并不是很完善 他有一些自己所假设的东西 他所假设的条件 基于他假设的条件得出了他的结论 那么这些假设条件可能是不完善的 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这就是你寻找这篇文章逻辑断层的突破口 我们在写argument writing的时候 最重要的呢 是大家要把这个argument writing中的一些逻辑谬误 一些逻辑断层找到 然后给予分析 那么这些假设呢 就是帮助你去找到这些问题的方法 有能够找到它就能够帮助你有效的组织文章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假设的例子 我呢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是吧 骑白马的都是王子 所以你要嫁给骑白马的 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跟小公那些女孩就这么说了啊 你要嫁给王子是不是 骑白马的都是王子 所以你要嫁给骑白马的 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 前面半句其实是他想陈述的一个 所谓的事实或者结论性的东西 那么他这个东西有怎样的一个假设呢 骑白马的都是王子 那么他可能在假设就是说白马其实是衡量 是不是王子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个东西它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 Assumption白马是王子的标志 对吧 而且他还有说 所以你要嫁给骑白马的 那那么他就可能主观一段说 我认为你就是要嫁给一个王子 对吧 你就是要嫁给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句话里其实是有两个假设哈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反驳这样一个东西呢 对吧 骑白马的还有可能是唐僧 是不是白马不一定是这个王子的标志 然后其次呢就是讲话的对象 也不一定想嫁给王子 就大概这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例子 但是他我觉得通过这个 大家可能能对Assumption有一定的小了解 是不是 Assumption你要通过自己的主观推断去想 这个人他在给出这个论据到论点 给出论据到给出结论的这个过程中 他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假设的一些条件存在 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提炼出来 那么在我们平时阅读文章的时候 你要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 要把这些假设的点去记录在你的纸上 这样的话才能帮助你更好的 往你的argument writing考试中添内容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基本的这么一个Assumption 那么还有一个经典案例 这个经典案例呢 其实之前呢有一个老师他也讲过这个问题 爱他就带他吃哈根达斯 所以不请他吃你就不爱他 那么这个是被讲过很多很多次 argument writing讲过很多很多次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有一些同学镜头前的一些同学可能都听到过 那么这个假设是什么呢 爱他就带他吃哈根达斯 其实是不是可以体现出一个 那哈根达斯就是等于爱情是吧 哈根达斯就等于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 然后不请他吃你就不爱他 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很可笑的一个论证 那么反例是什么呀 不一定是情侣就要去吃哈根达斯是吧 哈根达斯也不一定就是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 那么通过这两个例子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sumption找 sumption有了一定的感性上的认识 好那么基本论证方法 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审题的四要素 我希望大家在审题的时候 要把这些内容一定要抓住 抓住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文章中所运用的一些 呃常见的论证方法哈 基本上就是例证对比 定列列举或者因果分析 那么例证很简单就是举一些事实是吧 举事实举数据啊举一些研究成果呀 是不是对比的话我给出 比如说A是什么样的反之B是什么样的 这都很很常见 那么并列列举比如说就是每举一些理一些东西 每举一些理由12345列出来 因果分析由此导由假导出矣 这些东西大家应该都见怪不怪了 那么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第三部分 常见的逻辑谬误物我们刚才都是一些浮在表面上读字的东西 呃字读清楚了之后我们就来想一想逻辑错误有哪些 这些红字标出的呢是我找到的一些比较常见的逻辑错误 它前面的这个单词呢会比较难 所以说我都给出了中文 那么这些词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术语 能这样帮助大家理解这么一个现象 但是大家在写argument writing的时候 没有必要在分析的时候把这些词摆上去 因为这不是你要做的 你要做的是能发现问题 然后能给予这些问题的分析 能指出来它错在哪里 就OK了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第一个 Dictal Simplique Tire 对吧草率前提 哎前提是草率的 前提怎么草率呢 我们一会儿再去看啊 Oversimplification 过度的简化 Post hoc 因果谬误 Slippery slope 滑坡理论 Bandwagon 从众谬误 还有false analogy 错误类比 这些的东西对逻辑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上一上 比如说有一些网上公开课挺好的 比如说一些MOC之类网上 都有一些逻辑入门 或者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 国外经典的逻辑教材去看 但是我觉得分析GRE Analytical Writing的话 这部分这些错误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第一部分 我们看这个草率前提 什么是草率前提呢 我们来看个句子哈 一班的同学平均分 低于二班的学生 所以一班的同学学习不好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不是在这儿 我们看见这儿有一个所以 所以说所以导出的是一个结论性的哈 一班的同学平均分 低于二班的学生 就是说一班的人 他就是平均水平 低于二班是吧 那么这句话 有没有问题呢 哦 一班的人平均分 低于二班的学生 所以一班同学学习不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部分 它是引导结论的 是不是 那么引导结论的 这个前提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所在 平均水平 低于二班 就等于一班 学习不好吗 那么一般学习不好 是说一般整体学习不好 但是平均就等于整体吗 其实不见得 对吧 它可能是平均分低 但是一般可能 可能会有 那么三十个人里面 有好几个学习特别好 远远的超于了二班的学生 那么所以说通过这个平均分 看一般学习好不好 其实是一个很草率的事情 是吧 这个前提其实是不一定成立的 好 下一个 oversimplification 过度简化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哈根达斯的例子 就是一个过度简化 是吧 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 所以你要是爱他 你要不请他吃哈根达斯 你就是不爱他 是不是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省略了很多过程 我们爱他 是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直接推导出后面的结论 其实中间省略了许许多多 繁复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爱情 直接能和哈根达斯挂钩吗 不一定 对不对 那么这个哈根达斯 请吃哈根达斯 就一定代表你爱他吗 这也不一定 是吧 中间其实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它都过度的去 generalization了 因此会导致我们就觉得 这个论证听着很空洞 然后也很可笑 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记住 这个oversimplification 那么这个因果谬误 post hoc 其实在我们平时辩论中 是经常常见的是吧 它其实把它划归成 一个公式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 比如说A在B之前发生 就可以推导出 A是B的原因吗 这显然是错误的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觉得post hoc 不好理解的话 可以把这个底下 这部分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经常 可能在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吃了午饭以后 闹肚子 所以这顿午饭 导致了我生病 诶 这是不是很可笑 就是说午饭发生在 我生病之前 那么就等于 我生病是因为 这个午饭引起的 其实是 有可能是不对是吧 你可能吃午饭 你可能早饭吃的不对是吧 你可能前一天 诶 着凉了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你闹肚子 原因是很多样化的 不是说吃午饭这件事 发生在你闹肚子之前 就是吃午饭导致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 大家是可以绕明白的 所以这叫post hoc 因果谬误 下面这个slippery滑坡理论 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东西 大家注意我在底下说了 这个忽略环节 大家知道这个身体滑坡什么的 就是上面一下子 所有的泥沙土石 哗就都下来了 这整个一个坡哗就倒了 那么 这个非常形象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可能认为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直接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他把所有的过程都 都给那个抹杀了 所以是一个忽略缓解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说北京屋特别大 我们就说屋这么大 你要是不戴口罩你就会死 不戴口罩就会死 这事是不是就觉得 哎这个事里面显得这么abrupt 这么突兀对不对 人从生到死亡的过程 有很多很复杂 很繁琐的东西 不是说直接和你不戴口罩就挂钩的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理论 大家也可以在平时分析的时候 有所重视 好 下一个是什么 Bandwagon Bandwagon 它是从众谬误 其实很简单了 这个我们一听就知道 就是所有人都这样 是吧 或者说大部分 大部分人就这样 就等于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做 是不是很 也是一个我们经常在平时说话中 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班 大部分同学 比如说70%的同学 都同意老师不留作业 那就说明这个班上 每一个同学都同意老师不留作业 这是不是很不对的 对吧 不能以大部分就代表 每一个个体的意见 好的 好 false analogy 错误类比 错误类比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analogy是类比 类比就是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之间 所产生的一种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这句话 人和植物一样 不能在恶劣的环境里生存 比如我们经常知道 就经常把小孩 儿童比喻成花朵 我们说这个 小孩跟花一样 这个花啊 它不能在特别 严酷的地方去生长 那么这小孩也一定要避免 给他们搁到这个 非常严峻的环境里去 但是这个类比 听上就觉得 哎 孩子可不就跟花朵一样 对吧 但是实际上 他们两个之间是存在着一种错误关系 因为他们在各种方面 无论是说这个生理机能 然后还有比如说智商水平之类 各种方面 它其实在这个语境下 它是不存在很严谨的类比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人 可其实人其实是有很强大的这个 克服一些困难的能力 然后我们不像植物 植物可能必须得依靠这个水 然后依靠氧气什么的 可能在一些特别恶劣的环境 它没有办法克服那些自然环境 它就只能等死这一条命 但是人的话 它我们有头脑是不是 我们可以去在恶劣的环境中 去寻找一些新的希望 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发明 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去改善那些环境 所以说其实这个 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 人和植物在这个语境中 它是产生的类比 其实是不太对的 是不太合乎逻辑的 那么这个就叫false analogy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也会经常发现 他们把一样东西 A和B 可能这两个东西的关联性 并不是那么强 在这个当下的语境中 但是它把它强行的放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注意 它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对 我们下期再见